首先第一个,我们认为课程,也是延伸性,延伸入门的课程 所以我基本上规划了几个方向 包含就是说,第一个单元就是今天 就是把入门课程之前有讲过的类似 但是之前的范例可能相对是比较简单一点 那延伸出来,可能有一些东西 基本上就跟最后一堂课有提到 就是那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对应的函数或公式可以解决 只能用VBA的话,那你怎么样可以把VBA的程式写出来 也就是基本上就纯VBA了 即便有函数或者是用公式 你看了之后你也不会想要用 待会我会举一些例子 后面的话也许再来讲一些有关输入的自动化 或者是之前有讲过表单 那也许后面我们来看有没有一些适合的范例 然后再来就跟资料库有关的 如果跟延伸到资料库部分 那用资料库部分,当然每个同学需求不一样 有同学说,之前我有延伸到Access 延伸到MySQL Access也许是档案型的,比较小的 那MySQL也许是一个伺服器 不过有人说,是我学这些好像用不太到 我主要是希望把Access当资料库来用 意思就是说 所以慢慢好像越来越多同学需求比较大 他干脆就是直接把Access当资料库 那如果要把Access当资料库来用的话 那你应该要学会哪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 包括就是说你工作表 像之前我们都一个工作表的资料在那边做处理 那如果未来你如果有大量工作表 假设工作表有10个、20个、30个 那你希望一下子瞬间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的话 怎么做 总不能说你要C、C、C、V、C、C、V 哇,那你会累死了 然后最后的话有可能你还要把 但是把它合并对不对 最后还要把它分割出去 也是就是会有很多大量工作表的分分合文问题 那这来还有什么呢 如果你把Access当资料库 可能档案一个档 可能里面有很多工作表 你需要把它分割成很多Access档 一个工作表就变成一个Access档案的话 怎么把它分出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档案就是所谓的工作簿 怎么把它分 那另外的话怎么样把大量的档案再把它合并 变成又变成一个 反正也是我发现最多的问题 都是处理这个所谓的资料的分分合格 然后最后的话产生你要的报表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报表的资料 它不是全部的 它可能是某部分的资料 那所以你要把那部分先抓出来 它怎么样可以快速针对不同的对象 给它对的它要看到的报表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OK 所以慢慢后面也许我们在讲到有关 刚刚讲的部分 那后面有一点时间的话 我们也再延伸讲到有关就是 就是如果把Excel里面的那个爬虫功能 那要跟各位说明 那之前有一个范例是那个 从网路上捞那个所谓的那什么 大乐透的那个中奖号码 OK 那其实甚至也可以去捞像那个股市资料 不过捞股市资料 其实有一些复杂度 为什么 因为网页最大的麻烦是 它是会不断改版的 也就是说呢 你不能说我现在写好程式 你以后不能网页不要给我乱变 你不能更新 不可能吧 如果它的网页更新的改版的 糟糕 你原来写的程式是针对旧的网页 但是它的网页更新的怎么办 你要重新改写 所以其实有时候爬虫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要能够懂得随时灵活的去 针对人家网页变动而去做一些程式的修改 不然的话 那后面大概就是 当然后续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延伸到什么呢 也许像网路爬虫 视觉化报表等等应用 并且能够跟什么 现在蛮夯的Python这个程式 做所谓的协同应用 协同应用不是取代 不是说你学那个 你会不用再学VBA了 没这回事 其实很多时候是互相 把彼此的长处都拿出来用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有关于我 你们Google吴老师 大概前面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是我的部落格的连结 第二个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上面有蛮多资源的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 教学也超过20年的时间了 那上课会把影片录下来 其实也超过20年的 也就是说大概你在YouTube上面 可以找到我大概十几年前的吧 我记得我2006年就开始 就把影片录下来放在YouTube上 所以如果你们找我那个频道里面 旧的影片 也会找到我年轻时候的影像 OK 就是我十几年前的影像 但是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 OK 人也是会 其实不是说我现在老了 是说我那时候看起来更年轻 OK 不过不知道YouTube还会存在多久 OK 如果他有一百年之后 我百年 我不知道那时候 我不知道在不在 如果以后我的那个子子孙 以后要看我阿公 或者是我那个真祖父 长什么样子 做什么事情 上YouTube就可以看到了 那不是很妙 因为以前没有YouTube嘛 所以我很想知道说 我以前祖先 以前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无从看 我顶多可以从一些 长辈的那个 讯息得到 像之前我还特别很认真去查 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这样看 日治时期的什么 户籍藤本 日本人做的是真的是很认真 写得好清楚 我正在去申请 申请我真祖父的成本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真祖母还禅足 就是裹小脚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户籍上面还有一个字 写一个禅 我刚才禅 禅东西也禅 我想说他干嘛 上面筑记一个禅 一查 原来那个禅指的是什么 就是禅除的意思 OK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但因为以前没有这些科技吧 不过以后应该这些东西会在吧 除非说停电了 停电就没办法了 不过一下也不可能说停电这个问题 另外的话我除了交过以sell之外 其实手机app 什么一堆程式的 我交过程式员 基本上超过十种以上 所以举凡你想得到的重要程式员 我基本都交过 而且我以前还有交过一个叫autocad 跨那个autocad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交了 我以前排名也都排在前面的 因为后来实在没有心理了 所以现在慢慢就主要交一些程式设计 OK 这是我的一些简历 值得讲 订阅人数我已经超过三万了 OK 然后之前也曾经创业过 也拿了一些奖项 然后拿了一些 反正在底下的一些奖项 然后陆陆续续的 反正只要有应邀 我就只要有时间 我就去协助一下 所以也到各企业 然后各学校 像最近我的母校 我大学念东武 然后硕士念台湾师大 然后最近台湾师大也邀我去学校 回去教这个课程 因为他们在网路上 看到我这个课程 觉得上得好像还不错 然后就邀请我说 可不可以邀请那个校友 校友身份回去服务母校 我想说这感觉还是还蛮有荣誉的 就是感觉还不错 所以我就答应了 最近好像审查 反正都通过了 因为下学期就会开类似这种课程 那这是奖项 不过这只是锦上添花 另外我的证照 也大概算一下超过30章 最近也拿了Python的证照 其实这些你说老师你干嘛去考证照 就是要考考看嘛 我没有去考 我怎么教你们 我教你们结果老师你有证照吗 你们考就好了 我不用考 感觉好像也说不过去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要怎么考 比如说你要考证照 学校密技很多 而且很多地方是 这个untletable的 ok 不能说的 对 那你要自己去体会 不过你要体会 还不如我告诉你比较快 对 有些东西你也许摸索半天 倒不如我直接告诉你 所以那时候呢 我前一阵子有教文化有一班 那一班的程度 其实都是没有学过程式语言的 30几个吧 结果去考证照 全雷达全部都通过了 而且他们还蛮开心的啦 因为就是第一个他感觉好像得到成就感嘛 逃过了 然后呢自信心也找到了 所以就业率也非常高 ok 所以其实当然感觉起来还不错啦 我的style就是这样 我就是尽量的把复杂的事情简单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你就照这样做就对了 ok 所以我会去收集一些内部消息 这也不能公开讲 ok 所以我考了一堆啦 像你刚刚讲的 Auto Care Sally Walls 那么绘图的 所以基本上那些东西 我都有一定的认知 只是说 人也不需要太大 太大的话真的太累了 所以慢慢我就集中在 现在主要还是在程式设计方面 然后我的频道观看数其实还蛮多的 订阅人数从一万两万三万 最近也三万多了 我也不知道三万多多少 那再来的话 相关的上课用书 我想我就不特别讲了 因为这些书籍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去坊间看看 那我的心得是坊间的书籍 都会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你看完之后程式还是写不出来 这种还蛮多的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这些书都是写给专家看的 我一看我知道他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没有底子的你看 你会看不懂 而且他很多层次都还有bug的 那怎么办 你如果没有底子的 你怎么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开 还有他提供的那个答案 我觉得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写得这么复杂 像有些城市 哇一堆 我后来发现我把它精简两三行就好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你要不断不断的去揣摩 思考怎么样写是最好的 所以有时候甚至我今天讲的 也许我还会去思考说我以前写的 到底有没有可以再更好的那部分 所以我的云端白板也会再修正一些些 OK 不是说保证就完 因为有时候说真的 没有办法一次马上就真的完完全全 什么都想得很透彻 所以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你要去思考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VBA这个课程学 可能要有一点时间去酝酿 去思考 去想 去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 OK 可能甚至那个部分花的时间 会比真的去做的时间更多 我就想 诶 诶 诶 懂了 然后我就开始写 有时候写可能没有花很多时间 但是想可能想很准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回去自己再针对这个部分 再去看 像这个报表一点都不难 其实这本书里面基本上理论很多 但是问题它就是程式非常少 讲了一堆 但是 然后呢 自己写 那很多程式给你也写不出来 所以我课程的重点是教你怎么做 我觉得好像你比较需要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都摆在 教你怎么写出来 而且可以真的学会 并且真的在工作上派上用场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核心的重点在这里 大家也欢迎你们可以多多发问 没有关系 回去也是多多练习 因为这种东西真的不可能短时间速成的 真的蛮花时间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个才会是一个专业 所以我一直强调 如果这东西很快大家都会的话 那其实有什么价值可言 像以色尔大家都会 他问题 以色尔VBA要会 就不容易 要很会 那更困难 所以你们如果可以 阶段性的 让它到混会 那以后我觉得你至少会越来越有自信心 其他还有这些书籍 那大家会讲一下这个课程里面 就是慢慢慢慢往上 OK 然后课程规划有八个单元 OK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个第一周的课程 所以待会呢 请各位先帮我开启这个范例档 所以范例档先下载 然后开启这个103这个 范例103这个 先解决几个问题呢 先解决这个问题 算一下 这一个资料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几个是英文 几个是中文 怎么做 那里面的话有一个重点 你们待会可以看一下 云端上面有云端的白板 其实就云端讲义 就是在我们这个网址上面 云端白板 一样 那我会放那个单元1 所以相关的答案 也一定要放在这里 那你把它打开来 基本上呢 你可能至少要 学会几个的 如果你用函数的话 有几个函数可以 从这边 call mid ifl 再用sum 外面还大瓜糊 就是用什么 用阵列 控制 再按 也就是说呢 把程式写在一行里面 执行 而且不能有出错的状况 才有办法做出来 我发现即便可以 我不建议你用这个方法 里面的话呢 这个call 主要就是算什么 算那个字的内码 在ASKIKO内码表里面的位置 那个内码实际上就是因为 美国人在设计电脑的时候 它会有固定的位置 去存放什么呢 数字 然后什么 英文 英文还有大小写 但是没有中文 因为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他不会想到中文的问题 所以呢在这边 我有一个ASKIKO内码表 什么叫ASKIKO 你Google一下 上面有啦 反正他意思就是 Asia American Standard Core 然后意思就是它内码的标准 其中的话你会发现 0到9 是在48到57 所以呢 他call这个函数 基本上就是知道说 这个字 它的内码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用内码去判断说 它是不是数字 就可以判断说 是不是在48到57之间 那英文的话呢 有大写跟小写 那怎么去判 中文呢 不在此范围之内 就可能是中文 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要了 所以逻辑基本上 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用到什么 用到这个ASKIKO内码 第二个的话呢 那如果我要写VBA的话 该如何写 底下是我写出来的答案 不过你们也许先 这个不要直接看 我待会会细部讲怎么写 OK 那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待会的话 那请各位先下载我们云端范例档 然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 包含两个 一个是算几个字 算几个字里面有个重点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要先把里面的字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算它里面的内码 OK 内码要怎么去判断 是不是在那个range里面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再把里面算为所有的那个 熟生哥 去把 那这边的话 会有两边 一个是 算数量 所以可能 重点是累加 如果把 是 累加起来 那另外一边是把那个字留下来 欸 字留下来的话 就串接 所以一边是累加 一边是串接 OK 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题目的逻辑 那再思考 有没有办法 用对应的VBA程式写出来 如果不行 反正先模仿再说吧 待会我会把那个细部分做说明 如何去写出对应的程式